這個是雅典花園 然後這個是宙斯神廟 它停下來了 剛好可以拍 好好玩 路上就看到這種遊園 沒有帶轉接頭 居然在這種小店買到轉接頭 一個4.8塊錢 然後它就在這個憲法廣場的附近 就算這裡也有住家吧 飯店啊很多 很多店也都關了倒了 你看 mike的車櫃 憲法廣場 我們從這裡遠遠的看 比較可以看到全貌 你看今天是很熱的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好多人 然後這裡交通你看超繁忙 人多車多 然後車也不讓人 跟我們其實很像 拖吊車啊 剛剛我們就看到有拖吊車來拖吊 然後我們這裡看一下這周圍的街景 感覺上它的東西沒有很乾淨 那樣子 你看這個看起來 傷心心很老舊 真的它的在維護上 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多的錢啊 這應該不是比其實後來拖吊車 這裡 但人民很多假日都會來這裡玩 憲法廣場前面他們也有憲兵在站 穿的衣服好特別啊 哎呀 就是這位交了個女朋友 真是看起來就好熱啊 這是他最大的收穫 然後他在最後一年做的事 不是啊 然後直接認識幾個長得很帥 沒有真信 只是學到了 只是認識交了個女朋友 只是認識交了個女朋友 啊有啊 這個學校讓我找到 讓你混進了城堂 這裡看到中餐餐廳欸 對啊 這是屬於中式餐廳 看一下 哇 價格大概都二十幾塊啊 半黃瓜六塊 裡面座位不是很多啦 都中國人在寫 叫做春夕啊 遠遠的開了一個點的燈籠啊 然後 中國店 最佳是當地大概有三四十年的素食店 但他們最喜歡的 這可以媲美麥當勞 我們進去看看裡面賣什麼東西喔 台式掛包來了 這杯可樂多少錢 兩塊六啊 兩塊六 好貴喔 可樂要兩塊六 因為讓你太大廣 這個就要四點一啊 大概台幣一塊兩百塊 我們現在開始了第二天 哇 早上出來 天氣如何啊 哇 涼涼的咧 好舒服喔 一大早滿涼的喔 一點熱氣都沒有了 但是到了中午或下午 傍晚的時候就開始很熱了 所以其實希臘的天氣非常不錯啦 我覺得比台灣好太多了喔 台灣走個路滿身 那種感覺很不舒服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一個快要破產的國家 長什麼樣子啊 看看沒 到處在施工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早餐店 他說是一個麵包工廠 那我們要開始來尋找我們的目標 自己出來吃早餐 我覺得我喜歡這樣子喔 跟團呢 他就幫你連早餐都處理好 你根本沒辦法深入他們的生活 我們的評論是希臘的人行道喔 比我們台灣還要爛 我們台灣的人行道做的還比他們好 他們真的是沒有錢啦 破了爛了就不休了 而且這裡的人民喔 真的是可能生活真的太好了 以前生活太好了 很早就打烊了 譬如說禮拜天呢很多店都不開 然後呢營業到五點就關門了喔 來看看街景哈 你會發現我們其實現在生活在台灣 富裕然後環境 越來越改善 我們一直在向前進 但是他們呢 因為以前開發的早 後來沒有錢了很多都停止在繼續發展 所以他們就變得破啊舊啊 看到沒這是不是跟我很像 沒有人管的時候 車子就隨便你啊怎麼停就怎麼停 這種情形你去美國啊 英國啊是不可能發生的 而且我發現他們很多店啊都倒了 然後就沒有開了 其實這種現象跟我們台灣的 台北的南京東路也很像 現在很多店面因為疫情過後呢 全部都改了 形態都改了 很多都不需要店面了 就直接自己就用那種網路經營 這間民宿齁全部都是無人的 所以你要進出都是用這種電腦鎖 然後你就自己按你的密碼 來來來來獻花獻花 直接我獻給你了 好這樣就打開了 早上出門還是要穿著薄薄的外套 那找到這家早餐店 離我們的民宿只要三分鐘就到了 看 現在早上一定有人來吃早餐了 看到沒 那是外帶的 那是外帶啊不能在裡面吃啊 哇這看起來 跟我在機場看的一模一樣差不多 Good morning 差不多 我來看他們吃些什麼早餐啊 這是bread first 12塊 1.7塊 這個就有名的芝麻餅 很大 因為他都寫過 對啊 因為他都高高低低的 但他人情到很大 這個是 希臘這個地方真的是高高低低的 這樣子自然啊 公車站牌很多人 很多人在等公車 然後那邊就是 那個三四十年的那個 他們的漢堡店 很有名的 然後旁邊有一家早餐店 然後這裡吃的也蠻多的 其實我們住的地方還蠻方便的 只是那個飯店看起來破破的 外觀啊 裡面其實還不錯 一碗居然要三千多塊 所以他們這裡很像台北市啊 台北市做公車的很多啊 哎呦 有路邊小攤耶 在賣早餐耶 耶 哦 這是有名的芝麻圈餅 還有這是什麼啊 甜的 這個麵包 Donna 公車 現在走起來發現 早餐還蠻多的 公車還蠻發達的 好多喔 但過馬路跟我們一樣 也是沒有在讓行人的喔 所以自己在這裡走路要小心喔 跟我們台南要看左看右 我們等一下吃吃這一家啊 早餐 早餐 看到這個 原來是Factory 早餐超市喔 還有賣冰淇淋耶 冰淇淋耶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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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甜點喔 哇 好可愛 9塊錢 給你們看一下 超重終於找到他的麵包了 看他這麵包多少錢 4.5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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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切喔 比85比7還多 他用秤的喔 他用秤的麵包好特別喔 我在機場吃 一小塊55塊 這裡才3.8塊 差這麼多 那個在機場吃當然會喔 就我覺得 不要有肉就好了 甜的 no meat inside就可以 因為台灣現在肉品不能進去 所以你買東西千萬要記住 裡面不可以有肉喔 豬肉 雞肉 牛肉 什麼通通都不可以 只能海鮮 哇 好多 欸這個常看到這個 哇 在台灣還沒有這種 他們早餐都吃麵包吧 這個餅乾 哇 這一條的耶 8.21 8塊多 呃 跨模這個字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也是甜點 看起來好好吃 欸這個好吃 不想吃這個 哇 阿哥這麵包買這樣多少錢 他貼了 0.8 這樣才0.84啊 好大一盒一排麵包 這就比較像我們的 這個已經畢業了幾年 這個台式麵包 這個已經畢業了幾年 這個台式麵包 也可以在外面這裡吃欸 不錯喔 所以還可以在這裡 Enjoy your breakfast 來吃這個好不好吃 好吃嗎 普通沒味道 看他吃好像沒感覺 0.84 大概多少錢 台幣 一個30塊啊 好像也差不多咧 30塊 但物價就是貴啊 那這個我來吃吃看 你看這個有比昨天那個阿嬤她做的好吃嗎 這個2.8 對不對 這是什麼口味 還是韭菜 還是韭菜 我覺得蠻好吃的 另一個是韭菜啊 趕快吃這個好不好吃 欸熱熱的咧 早上才做的喔 喔 這麵包是鹹的 他寫中文 原來他也是個早餐店 我們來進去看一下啦 這樣明天就知道要吃哪一家 來去 看他吃什麼 好像是義大利麵吧 喔 冰 noodle啊 冰淇淋吧 Waffle ice cream 這義大利麵 喔 吃義大利麵的 後面呢 這是他的 挖烤雞腿 這是牛肉嗎 這是馬鈴薯 這是四小時營業的啦 喔 他有賣麵包 口就長這樣 我們隔壁的Factory在那裡 有名的 也是 1920牛肉 哇這老店喔 這麽老的店居然這麼早不開門 就這樣 斜坡上去 對啊 這台北市老房子好多 然後都被塗鴨 他們好愛塗鴨 你看他們整片都塗鴨 我都不知道這個國家是怎麼回事啊 到處都在塗鴨 好慘 是人民很苦悶嗎 然後馬路也亂七八糟 好像沒有政府 我也沒看到警察 很少看到警察 公車站牌旁邊 我想他生意應該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賣什麼 剛剛我買這個 也是一樣嗎 2.6嗎 那個 那個叫什麼 菠菜 這是韭菜的 這個比較便宜 喔 這個 那個比較便宜 這個比較貴 這個公車站牌旁邊 其實賣的其實都差不多啊 這個叫做千絲捲 這個有介紹要吃的 這個就是派 哇 好大一片 不太一樣啊 每個人手藝都不一樣 這個就很像我們的那個什麼捲啊 我們的點心裡面有一個芋頭絲啊 這邊是蛋糕區 這家比較小 這個警察出現了 好帥喔 我剛剛還在講說見景律 他們垃圾桶是擺在這上面的 特別 哇 今天看到警察出來了 來執行勤務 7點半 7點52 警察出來指揮交通 欸 這我 我在等他在看他幹嘛 因為他在指揮交通的啦 你在外面支車啊 沒地方停的話 大概在7點半以前 就要趕快挪開 不然你看 警察大概7點50 快8點的時候就會來開車 他進去這個衛城 啊 就是North 斐啊 大概就這樣進來啦 這就是他的古傳寶的樣子 人進來這裡 應該需要去買票的點 那你可以看他這個 秀的很狀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欸 這裡有古蹟在這裡 喔 這就是他以前會承留下來的椅子 其實在上面興建 你看非常繁忙 是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 所以很多觀光客 非常多 移椅子是在下方 看到沒有 這就是 衛城的移椅 就是 這邊是進去的地方 那邊是出口 就這樣進來了 但是還沒有 他要檢查票 口進去 買票 然後找口進去 應該是長這樣子啊 衛城的模樣 然後這是他的一些衣椅 在這裡 這是他們以前的 杯子啊 蓋子啊 被挖不出來的 所以這裡是個椅子啊 然後他的東西出土都在這裡 這些都是古物出土 在這裡 然後這個你看還有一些 雕蟹啊 這裡很多解說員啊 跟我們去義大利一樣 是不是跟義大博物 義大利的博物館很像 他都是雕刻物 他們的貓頭鷹很像是 他們最主要的 標子 來看這裡 轉過來 你來參加這是什麼 這裡哪裡 阿波羅 什麼衛城博物館 阿波羅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博物館就是這些啊 他們說的啦 義大利說的 既然不常啊 好看到這裡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還有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同時將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爸爸 媽媽男朋友 還有喜歡旅遊的朋友 他是 會 他原本的模樣 他把魔女重造 他原本的風貌是這樣 用模型把它重建出來 那你不見了他就不見喔 然後有人走過去他就出現喔 今天的畢業生在這裡 來打個招呼吧 畢業生 樂高把它出演 來大學四年有什麼感言可演啊 說一下感言來 認真的是 四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啊 收穫是這一位 哎呀 就是這位交了一個女朋友啊 這位未來的老婆啦 啊 這是他最大的收穫 我的地方 也是一樣 這裡不要亮 這個 年姿勢沒有跟進 只是學校 只是認識 交了一個女朋友 有啊 這學校 讓你混進了城大 城大也是我自己努力的 這樣可以看到整個希臘的城市 真的未成的 四縣 哦 很漂亮啊 這個才值得看 這個已經畢業了幾年 六年的 這個大叔啊 我還畢業六年 還沒畢業幾年 大學畢業到現在不六年 大學畢業現在 二二啊 二二 現在四年了哈 那這個已經 已經都在工作 這在艾斯摩 這在台積店 現在才去了 還不到一年 這很有名的 不是嗎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來去逛 現在來搭這個觀光bus 他給我們今天免費去繞一個半小時 然後明天再一天 然後後天 他是買一送一啊 但是我們今天因為現在已經四點多了 他說那今天就不算錢 你就去繞一圈 然後呢 明天後天還可以用 你就在這個地方直接跟他買 可以刷卡也可以給現金 他是藍色的 有紅色的 還有剛剛那個小姐是 黃色的 買 買車票 但是我們也可以做黃色的 他們是兩家同公司 這個黃的 我們應該就可以搭了吧 解說 你看這有中文 日文 我們要上車了 然後他還給我們個耳機 所以在車上還可以聽他解說 還不錯 就這樣插孔在這個車子上 所以原來是觀光bus 還蠻先進的 就可以 對 冰灘 沿路就這樣解說 我們今天他給我們免費 一個半小時繞一圈 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了 現在在這裡 開始了 不過我看就在塞車 坐公車就這樣會塞車 那地方如果我們坐捷運 他有人在地下 你可能就看不到 所以我們決定 做bus來塞四零 比較有趣 這邊有殘障人士座的標誌 就你這個是殘障人士才能說 紀念碑 哦他是這裡有古市場 這個很像我們以前的古城堡好像 跟中國的那個城也有點像 還有我們一樣的烏瓦耶 很像 就在我住的那邊 那我要往裡面走 然後我這樣走 這樣走 然後 國家公園 無名 這個叫無名戰士紀念碑 建築師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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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曾經被土耳其攻擊過 所以他們那個制服啊 阿彌陀的制服 原來是 像真的一樣 第一次 土耳其人所穿的 這裡最漂亮的街道 看到沒有 哦 這個比較漂亮 這樣子看 這裡他說是全 希臘雅典最漂亮的街景 這個就是奧運廣場 哦 真的耶 他上面有奧運廣場 奧運廣場 這個始祖最早 就在這裡主辦 直接我獻給你了 就很清楚 那下面這種拍不到所以來 再給大家看一下哦 看到沒有前面的電車 電纜車 電纜車 然後前面那一座 可能就天空之城 在前方 公園 叫皇家花園 很大 4000平方公里 這是希臘第一個 有組織的花園 真的很像市中心 你看 哇 你們坐在這個 剩下我們上面都沒有人了 很多人在坐公國車 其實每一個城市的人 都忙碌在過生活 我們也一樣 只是 忙你偷閒 跑來希臘 看他們生活 他們現在還在用這種電纜 這英國市 我覺得這個好正市區的那個 妨礙四龍 電纜線高壓線好恐怖哦 這這關關巴士 好像等一下站起來 不小心被電到 新古典廚藝 這邊這個也蓋得很漂亮 這邊這個也蓋得很漂亮 跟義大利建築好像 這是個大學嗎 圖書館 這是圖書館 也是到處的興建 所以很亂 它這交通非常的亂 然後馬路很小 它這遊覽車也可以開進去很強 雅典最古老最核心的城市 所以難怪你看它的建築物都非常的老舊 我覺得應該是也要讓這個地方沒落下來吧 這個是新蓋的Hotel 其他的都在拉皮啊 雅典理工學院 這房子都看起來很多 摩托車也是很多的哦 你看 只是沒有我們那麼多啦 但是他們現在發現摩托車真好用太方便了 然後你看人就過來了 然後又可以左轉 所以他們的交通也是要看左看右的 今天的畢業生在這裡 很多名牌大眾商場百貨公司都在這裡 這裡應該是他們的非常有名的 什麼紀念品啊 有名的包包 很多的商品都在這裡 價格都很優惠 哦就這裡啦 但是他說這裡自然不太好 所以來這裡要小心 但是這裡非常熱鬧 看到沒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這個就是他們也說的很熱鬧 但是在過去一點 就經過那個媽媽席的那個地 拉斯卡基廣場 拉斯卡基廣場 這是一個名人啊 總司令 反抗土耳其人 所蓋的 所以這是一個人民的廣場 這房子有屋 這應該是古房子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真是超古老 超多久 所以他說現在很多施工就是在 整治這些路不平 剛剛這個司機很帥 他連司機都好帥 這一站是什麼呢 這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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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裡呢 就是最古老的地方 但是這裡自然不太好 一定要小心 這裡很多爬手 跟小偷 我們要看一下它的機體 哇 那個好古老的房子哦 看到沒 這個巴士繞了一圈 現在來到這個 莫諾斯卡基 這裡 後面還有一個壁啊 那個是什麼啊 我一直很想去那個山上啊 那個前方那個就是衛城 那個就是我住的地方在那裡 原來在這裡也是看得到啊 好近啊 但是繞了一圈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地方也都不大 走路很方便 那裡面我們這樣子可以看到那個衛城 然後這個是它的 欸 它這裡有捷運站出口 就是Mama Shockey的捷運站出口 一個很特別的站 可以的跳蚤市場 如果你喜歡就這樣裡面逛一下 很像我們的夜市啊 果然這裡就很髒又很亂啊 我覺得就很像那種很多 很多Honeless的都在這裡 這裡治安比較不好 這邊有一些流浪漢啊 看到沒 在路上啊 很多喔 無家可歸的人還真多喔 跟我們一樣 挂在外面 這叫Central Market在這裡啊 這跟我們很像齁 所以你來這怎麼會有不習慣 跟旅行人你就看不到這些啦 這邊它是賣香料 老闆很勤勞 勤勞的人可以賺錢 賺很多錢 跟義大利亞好多這種香料 喔好香喔 還有核桃啊 還有他們的雜貨店 好多 賣乾貨的啦 南北雜貨是不是 紅花布欸 我們也有 這裡的路就很糟糕了 你看到沒 哎呀我真是覺得希臘這個地方 深入一下 要不然平常帶我們去觀光客的地方 有些還開著啦 蛤沒 鱈魚市場現在裡面還有開著的 在抓鮮飯 蛤沒 哇 他那個青少年 可能是 吃空雞飯 請來看 抓到鮮飯 蛤 我們的黃色車也可以上去了 我們要上車去啦 中央市場 好我們現在剛剛走過啦 這個很舊 很髒又很亂 City Hall City Hall 市政府大樓在這裡 這也是一個 土廚房 這個應該算輕軌吧 這沒錯啦 媽媽的廚房吧 他說 他媽媽在裡面煮菜 所以我們決定來這裡 開養和 就這一家 這個叫什麼的啊 這個是 臺灣 臺灣 哦 你好 還會講中文耶 好棒 這叫 God's Restaurant 我的愛 這樣 看起來還蠻豐富的 大概都25塊 這是他媽媽 他特別是他媽媽 然後兩個兄弟 好好開 對他是個老店吧 點這個叫做 Green Sala 這是一份9.5 對不對 然後他還送個 麵包 不錯咧 還蠻好吃的 有起司嗎 很多起司 其實我覺得吃這個就好 因為一大塊起司 我吃的覺得好噁心 我覺得它沙拉味道不錯 我喜歡這個味道 好吃 好吃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分熟的牛排來了 哇好大一個 這我們兩個吃 我看 還有這個沙拉 我們分量好大 我看我們吃得完嗎 還怎麼沒有黑胡椒 黑胡椒醬或者是蘑菇醬 來一個這個醬子 不知道是什麼醬子 不錯吃 牛排我還沒吃好吃嗎 他點了哦 天還很亮吧 一點都沒有像很晚的感覺 所以好像大家都覺得 還早嗎 還早還早 感覺像我們五點多 快要太陽西下的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 新的影片的訊息 同時呢 最重要要分享給你的 老公小孩朋友 還有同事 一起觀看我的影片 來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歡 看什麼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為你拍字哦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